好,謝謝Peter 大家好,我是來自小型工程及招牌監管組的屋雨測量師Peter 以下來為大家分享關於樓宇修緝工程 和樓宇保養設施相關的小型工程 為了鼓勵業主可以適時維修和保養屋頂適免確保樓宇安全 在修訂中新增了一項第一級別小型工程 和一項指定豁免工程 同時都修改了原有有關外牆批檔、長尊和屋頂適免的項目 如果鋪設或更換建築屋頂表面的防水層 而防水層屬於塗料式或鋪尖式的 並且不涉及鋪設或拆除 任何瓦片層或地台層是屬於新增的指定豁免工程項目29 如果鋪設、修緝或拆除建築物屋頂適免 而適免的厚度是不超過原來的設計厚度的 那就按照屋頂的波度和它是不是一個非開放式屋頂 去決定它是不是小型工程項目2.34 又或者是指定豁免工程項目7 如果鋪設或修緝建築物屋頂表面的防水層 而適免厚度是超過原來的設計厚度的 那就可以用這個新增的小型工程項目1.62進行了 在水箱方面為了方便一些陸化設施的灌溉 以及消防安全的改善工程 新增了的小型工程項目1.49 就容許在地面或者平板上面 樹設或者改動玻璃強化聚之水箱 就是玻璃纖維水箱或者叫做GRP tank 這個水箱的容量是不超過4.5個立方米 同時我們也修訂了現有的小型工程項目2.4 可以拆除在地面或者建築物平板上面 容量是不超過9個立方米的水箱 這個項目就是沒有限制水箱的物料的 那窗和玻璃外牆呢 我們就新增了一個小型工程項目1.60 那就是可以按照原來的設計去修緝或者更換 是不屬於原本窗和玻璃外牆的小型工程項目2.8和3.6的 例如是一些結構跨度大過6米的窗或者玻璃外牆 那修訂了的現有的小型工程項目2.8呢 除了可以選擇按照原來的設計進行修緝或者更換之外呢 那如果是不按照原來的設計去修緝 那它的窗和地面距離最高點是大過100米的話 那外牆那個洞口就不可以大過6個平方米 那還有呢它的長寬呢 就隨便一條都不可以多過1.8米的 那越來越多的樓宇呢 包括一些住用的樓宇呢 都是有幕牆設計的 那我們因應了一個超強颱風山竹呢 就對樓宇造成的破壞了 那我們都考慮到呢 在小型工程規例裡面呢 就加入了修緝或者更換幕牆這個項目呢 就方便市民呢 進行適時的維修和保養的 那只要是按照原來設計去修緝 或者更換幕牆 而不涉及更換任何幕牆 和主體建築的資成構築物 或者它的結構構件 好像一些樹框和橫桿的話呢 那就是屬於這個新增的第一級別小型工程項目1.61 那為了業界方便業界呢 進行這個維修保養的工程呢 我們都新增了兩個小型工程項目 和一個指定豁免工程的 那如果在室外樹設一些樹梯呢 那就符合以下這四個規定 那就是樹梯的高度啦 最高點啦 和屋頂或者地面的距離 是不多過三米 樹梯和樹梯 和外牆伸出呢 是不多過三百毫米 那樹梯的闊度呢 是不多過五百毫米 和它是沒有任何部分呢 是伸出去在街道上面的話呢 那就屬於新增的豁免 新增的豁免工程項目呢 就28的 那如果要樹設或者改動室外樓梯 又不符合指定豁免工程28的話呢 那就可以用新增的第二級別小型工程項目2.51去進行了 那如果要修緝或者是拆除 剛才說的室外樹梯呢 那就可以用低一個級別3.51去進行了 那另一種呢 就是在小型工程底下呢 關於保養通道的構築物的 那這一種構築物呢 就是需要呢 只是用作呢 可以用來做保養通道的用途而已 那如果是按照它的原來設計的話呢 就可以進行這個修緝啦 更換啦 或者是拆除它呢 都是一個新增的小型工程項目2.50的 那外牆的覆蓋層呢 就是非常常見的一個建築裝飾來的 那現時呢 有一個小型工程項目呢 3.31呢 就處理這個 這個樹切啦 修緝啦 或者拆除6米以下的室外的覆蓋層的 那這次的修訂呢 就擴大了這個小型工程涵蓋的範圍呢 就去到6米以上的室外覆蓋層了 那不過呢 就要留意呢 是 現有的小型工程項目3.31呢 就是樹切 但是呢 新增的小型工程項目 就是1.48和2.48呢 就是按原來設計呢 去修緝啦 更換啦 或者拆除的 那是沒有包到樹切的 那 而1級和2級的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 金屬覆蓋層和非金屬覆蓋層的分別 那例如好像這張照片裡面那樣 左手邊那個呢 是一個金屬覆蓋層來的 那呢 假設 下面那部分呢 就是低過6米 而它有部分的 所以 金屬覆蓋層呢 是高過6米的 那就是說呢 同時呢 就 涵蓋了兩個小型工程項目 一個呢 就是6米以上的2.48 那同時 6米以下的呢 就是3.31的 那 那 右手邊那個呢 一個非金屬覆蓋層呢 都是同樣的情況啦 如果6米或者以下呢 就是3.31的呢 那 而6米以上的呢 就是1.48的 那呢 現在呢 是有一個小型工程項目3.31 那其實呢 我們都作出了修訂 擴大了它的範圍的 那 走過了一些呢 是非固定在建築物外牆的 室外覆蓋層的 那 例如好像圖上面 藍色和紅色的部分呢 那 那是有 譬如好像是有個行人通道啦 大廈的圍牆上面啦 那我們看到一個例子啦 譬如好像這個例子那樣呢 它是 不是樹設在那個 大廈建築物的外牆的 但是呢 這次的修訂呢 都行蓋了這一類型的 這類型的金屬覆蓋層啦 講講邪波和擋土牆呢 其實呢 都需要定時的檢查啦 或者維修的 那這次的修訂呢 就新增了一項 和邪波修緝啦 或者擋土牆有關的 小型工程項目3.53的 那如果想修緝一些砌石牆的擋土牆 那它的歐縫啦 或者是斜坡面的堅硬的護層啦 或者是斜坡或者擋土牆連接的排水渠啦 排水井啦 沉沙井啦 那這一類型呢 都是屬於新增的小型工程項目3.53的 但是呢 這個前提是呢 就不涉及一個 挖掘深度多過300毫米的挖掘啦 或者是更換或者拆除一些砌石塊 那如果不涉及剛才所講的東西呢 就可以用這個小型工程項目3.53去進行的 那如果要加建啦 或者改動啦 修緝地面上面的排水明渠啦 而那個排水明渠呢 就不是為了一些天然啊 或者經過平整啊 或者一些人工建築的斜坡 或者擋土牆而設啦 這樣的話呢 而它那個挖掘深度是不超過300毫米的話呢 那就是屬於這個新增的指定判面工程項目25的 那為了方便一些外場安裝一些過場喉管啦 那修訂呢 都新增了一項呢 非常重外場呢 進行開作洞口的小型工程項目 就是3.54 所謂3.45的 那同樣那個要求呢 就是洞口的範圍呢 相距最遠的兩點呢 就是不可以大過150毫米 簡單來說呢 就是說那個過場洞呢 不可以大過150毫米 那呢 而每兩個兩個月兩個洞之間呢 那個洞口距離呢 是不可以多過150毫米 那呢 而完成了之後呢 那那個 那個外場的每一個平方米上面呢 就不可以多過三個個場洞的 那同樣啦 因應這個新增的小型工程項目呢 那也都有一個相對應的小型工程項目 3.46呢 就是去復原這些洞口的 那這個要求呢 就相對簡單一點了 就是跟剛才開作那個洞口一樣呢 那個過場洞呢 是不可以大過150毫米的 那我們看看這個例子呢 剛才講的那個三個要求呢 首先呢 那個過場洞自己本身的大小 不可以多過150毫米啦 那然後呢 那個過場洞與過場洞之間呢 就不可以少過150毫米 就是多過150毫米了 這裡看到 那另外就是 就是每一個平方米上面 最多只可以有三個洞口而已 那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呢 其實都實施了這麼久了 那用來起招牌的數目呢 其實都不少的 那為了方便呢 更換招牌的展示面呢 那我們修訂呢 就新增了一個安裝啦 改動啦 更換啦 或者是拆除 那招牌展示面的 那就是屬於一個 第二級別的小型工程2.68的 那這個項目呢 就可以更換一些招牌 跟它大小 跟它那個覆蓋範圍呢 是跟它原本那個招牌展示面呢 是要相同的 那不過這個項目呢 就不包括呢 就小型工程項目3.16和3.17 和指定豁免工程項目30的 因為這三個項目本身呢 都已經做到 更換招牌展示面的了 那另外呢 我們都修訂了呢 原有關於更換招牌展示面呢 的第二級別小型工程項目 2.23的 那就可以去更換一些呢 包含石材的招牌展示面的 而一些相對呢 比較簡單啦 那就是安裝呢 改動呢 或者更換或者拆除一個招牌 而它是用一些 網版或者塑膠做的展示面呢 就納入了是新增的指定豁免工程項目30 個月的指定豁免工程項目30 才是新增的 那麼多時間 我會進行的 我們會進行的 那就是這個